蘋果公司宣布將會進行至疫情之後的首輪大規模裁員 共計裁減超過600名員工 根據加州就業發展部的文件指出 這次裁員將會影響位於Santa Clara八個辦公室的614名員工 從5月27日開始生效 報告裏面雖然未有明確指出哪些部門會受到影響 但提到被裁的員工裏面 有包括數百名產品設計工程師、硬件開發人員 軟件工程師以及一些廠房經理等 據悉這些職位將會被永久性裁減 過去兩年當其他科技公司都在大幅裁員的時候 蘋果一直都沒有參與其中 而這一輪由科技業帶動的裁員潮 主要是由於疫情期間 人們對各類網上服務和產品需求增多 導致科技公司在短期內增併大量人手 但隨著通脹壓力和經濟增長放緩 各大科技公司都傾向通過裁減人手來降低成本 不過即使現在員工人數有所減少 這些公司規模仍然大於疫情之前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